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个时代的香港黑帮还讲究意气和辈分 称得上是有组织有纪律 加上入堂口需要开设香堂 并陆入海底 类似组织花名册 等级执思分明 分为乡主 二路元帅 红棍 白纸扇 草邪四九 另外朝邦主要为朝善人 还在草邪上设有五虎将职位 香港最老的黑帮组织因为朝邦的服役心 当时主要为大陆某个鸿门山头 仇措经费 活动范围有限 并未视为黑社会组织 更像一个公司 驻外部门 慢慢发展为五毒俱全的犯罪团伙 都是后话 宣统元年 1909年 有个辉号叫黑谷人的执事者 联合当时所有堂口在同年端午 发起了香港有史以来第一次鸿门大会 同时 黑谷人与会上指出个人背景离乡 千里迢迢只为财 不因动辄斗殴 万事应以和为贵 提议所有堂口在名称上一律加个和字 比如 黑谷人所在的永义堂 改为和永义 这些堂口合称和记 包括和安乐 和圣和 和圣堂 和永义 和一平 和二平 和洪圣等等 当然 李嘉诚的和记黄谱 跟这个没有任何关系 另外有非和字头的同心和 丹义 联义社 联英社 兴同乐等等 外来组织统称越东 来自澳门的统称马交仔 还有暗地拉帮结派为非作歹的青年社 三圣体育会 西河体育会等一共三十多个 光和字就有三十六和之称 战时 黑帮香港为虎作昌 圣贼作父 1941年至1945年 1941年12月25日 香港总督杨木齐投降 香港沦陷 日军攻入前夕 以及香港遭受围攻之己 就有香港九龙黑社会趁火打劫 至日军占领香港之后 更有黑社会巴结宪兵队 鱼肉香里 欺压良善 行为令人发指 当时 服役新一名红棍林满 勾搭上了宪兵队的一名中卫军官林志炎 原名九龚传一郎 在上环开设了近十家独党 名枪暗骗的大发奇才 除了孝敬宪兵部 自己也赚得盆满钵满 其余堂口有样学样 除了遍地独党 还有数不清的鸦片党 当时最吃香的组织既有何安乐 何鸿胜 何力和 同兴和 及福役新等 其中最卑鄙的行为 莫过于协助日军在湾仔及油麻地建立慰安所 战后香港黑帮百花齐放 井黑勾结 1945年至1974年 战后市民从四面八方而来 香港人口迅速恢复到120万 其中有一部分就是黑社会分子 因为当时香港仍是殖民地 除了遵照国际法庭指示处理一些战争罪犯 并未去严肃查证黑社会犯下的罪行 除了风头最近的林满等被通缉 其余都安然无事 由于战后盲目苍疑 百费带心 港英政府无暇顾及 黑社会纷纷恢复活动 新唐口接连不断涌现 1949年春 国民党败退在即 军统毛仁凤为了布下棋子 卷土重来 加紧联系了各地鸿门组织 希望日后加以利用 据此军统军官葛兆黄 便于广州西关保华路14号 再设红发山 顾名14K 葛兆黄还没来得及潜伏下来 广州便被解散 不得不带领各乡主逃窜至香港 没过多久 葛兆黄回台湾归队 留下的重途 变成了香港14K的元老 14K以猛龙过疆的姿态 在香港占有一席之地之后 阵容迅速扩展 至60年代初 帮派发展到8万多名 随后又扩散到欧美和东南亚 14K又分为中、孝、神、勇等八个堆 香港隐星陈慧明 即为14K双花红棍 武艺探长雷洛传 说的也是那个时代 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就是紧黑勾结 上下棋手 这也是香港黑社会的特色 其形成有很多历史原因 在此就不一一赘述 廉政公署之后 1974年至今 廉政公署成立后 黑社会失去黑警察的保护 开始走下坡路 传统来钱方式被大大压缩 黑社会开始凭借暴力 形成垄断以获取利润 如娱乐业、建筑业、餐饮业 其形态与其他黑社会 已经慢慢趋向相同 另外由于回归临近 有一些犯罪团伙 从大陆渗入 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有新义安 隐夜大亨 向华强就是此会众人 此时的黑社会组织主要有 和字头 上文已有禅述 算是老派组织 14K 过江猛龙 朝邦 新义安 福义新 义盛堂 海陆峰互助会等 四大 丹义 同兴和 同乐等 另外还有新字头 同字头 东字头 广字头 全字头等 所谓大圈仔 不能是一个帮派 只是泛指大陆过去的厉害人物 从头到尾 未形成帮派 如果能详尽叙述 篇幅恐怕不够 黑社会的发展 同样是普通人的血泪史 香港电影对黑社会美化太多 也与当时黑社会涉足电影业有关 哪里有黑社会都是罪恶的 本期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更精彩 喜欢的看官记得点个订阅 避免迷路 我是众恒传媒 我们下期见